蒜頭蛤蜊雞湯 蒜頭蛤蜊雞湯的所有食材 切薑片 切蔥花 蛤蜊事先吐沙洗劑 雞肉事先汆燙 倒入油 開中小火 倒入薑片15克 蒜頭20半 拌炒至香氣濕出 吐雞塊600克 轉中火炒至表面上色 綜藝水1500cc 將湯頭煮滾 撈出表面的浮渣 蓋上鍋蓋 轉小火煮35分鐘 打開鍋蓋 枸杞一大匙 蛤蜊15克 米酒一大匙 煮滾至蛤蜊開口 鹽適量 胡椒粉適量 撒上蔬花 暖心的蒜头蛤蜊鸡汤就完成啰 想要拥有美味的料理时光 快来订阅我的频道哟